詞曲 李宗盛 那因為我從以前就一直有在玩音樂 那就是從大學開始就有在玩樂團 所以一直以來都是很喜歡音樂 除了創作團之外也有一些商業的演出 然後也常常去很多live house表演 然後像是春娜或是海洋大賞 那像共聊那個海洋音樂季的話就去了兩次 因為我在就是工作治癒的時候 有接一些廣告配樂的案子 接一隻案子的時候有時候都會多做兩三首歌曲 那就是周邊的朋友有在做音樂的 其實大家的資料庫都累積了很多歌曲 那就想說如果大家的歌都可以有一個平台 讓大家可以被看到 這些歌也可以不要被浪費掉的話就比較好 我創業一開始的時候是有先拿到 國發基金的天使計畫的補助 那我覺得那個時候會拿到 原因應該是我計畫寫得很完善吧 第三年之後我們有再得到 還有那個女性創業精英獎的季軍 然後還有新創事業獎的金子獎 然後還有文化部的文創執行的比賽 那一年就是三個獎項都有得到 那加點音樂它是一個音樂授權的平台 我們從國內外有五百多個創作人在上面 超過兩萬多首的歌曲 那他們可以直接在上面選擇 那它會是一個完全的開放性 然後很自動化的一個平台 然後我們的角色都比較像是推廣者 我們其實希望所有的版權 都是握在創作者手上的 它可以跟所有的人合作 我是在數二的時候 台北大學班簽到三峽 那那個時候就是北大特區長剛剛開始 然後我們一搬過去的時候 就是看到所有的路都是很大條 然後很平整 然後每個都棋盤式的規劃 所以每年我們回去北大特區的時候 都會是一個全新的樣貌 因為南四角那邊有一個滑心街 那邊都是南洋的食物 然後每一家都很到底 然後那個整個街景的氛圍 或是那邊的所有的人 都就是真的很像外國 都好像大家都講一些異國的語言 對啊 所以我覺得新北市就是很有趣 因為你每到一個區塊 那個區塊的氛圍都完全不一樣 你永遠都會覺得新北好像 不只是一直在變化 就是它就是有很多東西 你每次去都覺得有一些新的發現 如果是想要近距離的地方 你可以坐捷運 一路從北投一路玩到淡水 那邊又就是隨著一往石門那邊走的話 那邊又會有漁港啊 你可以去吃很多海鮮 那如果想要去一些特別的景點的話 像是九份啊或是鷹哥 它的整個環境又會是不一樣的氛圍 就是你可以在這邊找到各種不同的玩法 從家電營運作完了之後 我們也覺得設計的產業 也需要類似的資源開放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又在今年的時候做了家電製造 那它上面是一個資源交換的平台 就是我們在上面有四百多間廠商 那這些工廠呢都是由使用者推薦上來的 所以我們就是去那邊採訪了之後 就可以把這些老師傅他們的一些很好的很厲害的記憶 可以被拍攝下來然後給大家知道 那其實大家看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會覺得就算是一般的人 他看會覺得很有趣 就是知道台灣其實有這麼多很厲害的能量 那真正需要用到的設計師或是一些開發者 他們就可以更快的去跟這些廠商合作 然後真的可以去了解他們的能力 從2016開始我們在華山先辦了一個聽見設計展 那這個展覽呢就是我們把音樂跟品牌結合 但如果加入了聽覺之後其實 每一個街道的聲音其實可以很精彩 其實我覺得女性就是主要真的是在個性上的差別 但是每一個人都會在不同的產業或是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就是那個個性一定會有適合的地方 然後管理方面的話 女生倒是會有一些優勢 我們比較會有同理心 所以會去了解每一個同事們 不管是他們家庭上面的問題 或是身體上面不舒服的地方 所以相較之下 女生對於這種東西是比較能夠體諒的 對於團隊的事情會比較有幫助 新台北的威能力 新台北的威能力 感谢观看